首先的话开启这个第五个范例 寻找与参照函数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是lookup函数 什么叫查询函数 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输入这个编号 我希望查到的是 这一个表格里面的资料 请你帮我把这个姓名 编号为5的 而它带过来 它的总销售量带过来 名次带过来 又是有点带过来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在游标先放在姓名的地方 旁边这个H4的位置 插入函数呢 找到lookup 所以打LO 往下找lookup 这个函数 那特别注意 按确定之后 它会有引数 你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确定之后呢 会有三个格子 要我们填资料 第一个呢 就是lookup value 那你以后看到lookup value 就是说呢 你要查询的 你要查询的资料 那查询资料呢 就是它 我要根据什么 根据编号来查 所以第一个呢 请你指向 看它 它 lookup value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底下有个 这个 lookup vector 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要查的 理论上就是 你要查的 这个值呢 在某个范围里面呢 是 也就有点像 那个刚刚用到的 那个 rank函数 上面这个值是它的 编号 第二个是什么呢 它的范围在哪里 第三个呢 从这个范围里面 对应到的呢 是哪一个 哪一个范围的资料 对应到的是姓名 所以请把姓名的范围 选取起来 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就会自动 这个 找 这个范围 并且对应到什么 姓名 把姓名抓回来 这个就是一个查询的观念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把 5之后呢 找它 把这个资料 带过来 那总销量怎么做呢 其实 只要把什么 这个范围 把它copy一下 取消 总销量呢 其实只要更改哪个地方呢 这地方 这个 把这个范围 copy 取消掉 这边再把它贴上 那这个范围的话 有没有 本来是B嘛 B的范围 把它改成C 按一个打勾 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这个 总销量带过来 那名次也是一样 贴上 把B的部分呢 把它改成D 这个范围 怎么到D100 按打勾 那一样喔 水准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范围 也是一样 一上 然后呢 把这个范围 把它更改一下 业务水准 然后按打勾 这样子 好处就是说呢 我查询004 有没有找到 Enter 有没有发现 它就可以当成一个查询 005 003 Enter 有没有找到 001 Enter 那你可以想说 009 有没有009 没有嘛 对不对 那按Enter 它会找什么 找最接近的 所以把8 掉出来 好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用LugarValue Lugar这个函数来做 超约的 而且